神器啊,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呢,会用这个手机或者是微单来拍摄生活中一些美好的有趣的小片段 但是往往呢,你会不经意间有一个手抖或者是晃动的情况 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等到画面呈现出来的时候呢,你就非常的失望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神器呢,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Beholder系列的产品 那么第一个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GoPro 它呢,有自带一个非常小型的这个相机 那么它是针对我们这个极限运动爱好者以及这个旅游爱好者设计的 它非常的便捷,而且这个体积也非常的小 那么同时呢,要给大家介绍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手机的手持稳定器 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呢,都用这个手机来代替这些相机进行拍摄了 而且手机的像素是越来越高 有的呢,是近乎这种播出的效果了 所以说呢,有了我们这个Beholder的这个手机手持稳定器 就能够更好的拍摄出一些更加完美的画面 那么同时呢,第三个我们要介绍的是今天的主角 没错,就是它 它呢,就是我们的Beholder MS-1 大家看到可以将这个单板或者是微单呢,架在我们的MS-1上面 而且它的操作也非常的简单 它是一款三轴陀螺仪手持稳定器 这三轴呢,第一轴就是控制这个镜头上下的 那么第二轴呢,就是增稳这个横滚 同时呢,第三轴就是这个旋转的方向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功能 首先呢,大家看到有一个这个五项开关按钮 下面有一个小小的按钮 它呢,是个开机键 那么开机,轻轻按一下,它就可以了 那么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MS-1呢 会自动的在三秒钟内调好这个相机的这个镜头的水平状态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拍摄了 那么第一个进入的呢,是我们的跟随模式 为什么说它是跟随模式呢 因为啊,它会跟随我们的这个手势的变换 镜头呢,也会进行一定的变换 不过大家会看到,快速的变换手势的同时呢 我们的镜头不会很快的切换 这样的话呢,就防止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 镜头画面嗖的一下就过去了 它能够更好的将这个画面完美的呈现出来 那么第二个功能呢,我们就按这个五项开关按钮 轻轻的按一下,它就进入到另外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呢,叫做锁定功能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叫锁定功能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不管我怎么大幅度的变换我的手势 我们镜头的水平方向呢,永远是保持不变的 这个呢,中国当中大家可以在锁定某一项事物进行拍摄的时候 就能够方便的为大家拍出更好的一定的效果 同时呢,我们这个五项开关按钮 还有一个功能可以调节这个镜头的上下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呢,通过操控这个五项开关按钮 我们的镜头也会跟随一定的变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管我怎么去变换这个角度 我们的镜头呢,是保持这个水平方向不变的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角度的变换呢不能太大 我们一般呢,都是四十五度角就可以了 如果是过渡的这个角度呢 我们的这个MS1会自动的提醒你 这个角度过大了,要自己进行一个调整了 好,那么介绍完我们MS1的功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带着我们MS1到生活当中去真实的体验一把了 好,大家好 那么刚刚呢,跟大家介绍了我们的MS1的这个基本的使用功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广美的这个影视专业的毕业展 哇,大家看到没有 还有这边非常多的作品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里面 去仔细地观看一下今年各位的这个毕业展到底有哪些呢 关于手播剧场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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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